谢谢 谢谢鲜炳师兄 刚才跟我们分享了 我看了时间是真的超过一个小时多 然后我觉得非常 非常有很大的收获 我要这样讲的是 就是因为我起初看到题目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可能 鲜炳师兄只会跟我们谈 人间佛教当初的参议 他的含义 他的演变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想他刚才开头的部分 的确也是在这方面谈得非常 他剖戏也做得非常的详细 精要让大家看得到 而且特别是从整个时间的跨度来看 从清末明初时候 太虚大师跟后来印证法师 所理解的他的人间佛教 跟人生佛教的分别 甚至是两人不同的人间佛教定义 我觉得鲜炳师兄 做得很好的一个解释 他并不是很容易在我们分开 但是他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 他们的同与不同的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太虚法师的这些佛教思想 这些人生佛教是人间佛教的思想 然后谈到这些成佛在人间不在神 我想这些方面的一些分析或者一些介绍呢 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 谈出这些人间佛教在清末明初 甚至我们如果从我们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就是武士时代的时候 非常精彩的一些新的想法提出来 让整个中国的思想方面呢 进行现代化的一个变化 然后也影响到佛教这方面呢 我想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哦 所以然后我觉得更精彩的是最后 先兵师兄带我们进入谈到马来西亚的情况的时候 我想这方面它有好多是直接让我们看到一些状况 一些情况 然后也希望让大家警惕的就是我们学佛是为了什么 如果而且特别是当我们提到人间佛教的佛法的时候 它是应该要怎样进行的 它并不是一定是就是看到佛就拜 而是它又需要更多的思考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宗教的想法会让 我觉得让这个宗教有更有它的一个价值在那边 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而并不是说只是膜拜而已 而是想到说它其实还有 又是信徒自己的一些觉悟 可能就是开始提到的 回到佛教最初原本的面貌 所以非常感谢 还是要感谢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是在这一场 您的这开示里面呢 我觉得是收获了非常多 所以相信各位 各位在场的听众 我觉得我们这次是除了通过Zoom以外呢 还有就是现场在YouTube和那个脸书也有直播 所以不知道有多少 有多少的 的通道 我们一起在听 但是我们现在是开放来 让大家发问问题 已经开始进来了 这个是 蓝吹平 应该是蓝佩玲吧 他有问题了 蓝吹平老师 我就把它题目念出来 看你看得到 老师您好 请问本地佛教团体或法师 在人间佛教的弘法和实践上 有哪些标志性的成就 这 蓝吹平师兄你 先回答这个题目好吗 好的 谢谢 也谢谢发问的这位同学 我觉得我们 我们要谈成就还太早了吧 我们起步是比较慢的 是比较慢的 以我自己本身接触佛教的因缘来说 我是在1977年就接触佛教 然后我接触佛教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读的 这个呢都是这个 马佛总编的这个 那本书叫做佛学入门手册 甚至我们还有考试有什么的 那时候是这样子的背景 然后我在我接触的这个佛教圈子里面呢 也看到当时候啊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比我年长的人 那时候呢想要去 想要去这个 觉得说佛教呢不能够只是在佛教会里面 有听闻佛法 他们就能够满足了 他们觉得说应该会有一些呢 是比较属于修行的一些活动 所以他们也去找一些修行的方法 但是那时候呢 那真的是种种奇奇怪怪的修行的方法都会都会有 有一些看着蜡烛冥想啊 这些方法呢都会都会都会用得上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呢 我觉得最比较有系统的把这个佛教啊 然后把这个人间佛教呢 这种主张要把它更加的一个系统化 创办以后呢 我们也开始呢 向这个大专生啊 然后系统的介绍这个佛教的思想啊 然后过后呢 我们就促成说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大家就开始更加重视呢 一些修行的活动 然后我自己在大学佛学会里面观察到呢 那段时间呢 也开始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大学生呢 开始会去寻求更多的这个修行的方法 大概也跟台湾的一种情况会一样 会觉得说 当然在 在意理的探讨呢 不太能够满足 所以那时候呢 会就像说 这个 Going car的方法 甚至呢 到缅甸 到泰国 去接触一些高僧 甚至呢 走到这个森林里头呢 也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趋向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我觉得说 在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呢 我们其实都 一直在仿造着 特别是台湾 佛教的一种直接的影响 我们办研讨会也好 办什么都好呢 都还是跟在后头 所以如果现在要说 有什么 标志性的成就呢 我觉得还没有了 虽然我们有很多团体呢 也会以人生佛学中心呢 这样子来命名 不过 还要一段时间 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往 在高僧的发展趋势下 请问您如何看待此事和他的影响 那在县平时就应该有提到这个事情哦 或者请再延续谈下去 我也在网上一直在看他们 因为他们也非常积极 我会把他们当时候发表的这些文章呢 都把它放出来 他们的用意呢 也是在跟大家说 我们其实不是恶意的 那我们不是恶意的 那如果大家这样子传说 我们就是要反应顺法式 就比较见仁见智吧 因为有一些观点呢 我们提出来呢 可能也不太公平的啦 比如说我们也知道说 江老师呢 其实后来也有很多批判 应顺法式这个观点的 比如说提到说 这个思想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诸儒啊 他也认为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如果去了解 一个人的背景的话呢 我们觉得这样子来看 应顺法式呢 好像不太公平 因为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人呢 是面面巨原的啦 但是如果是现象 就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 去讨论的话呢 我想这个 去提出来呢 其实是给我们 更多的一个思考空间吧 我们从学术上的探讨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应该可以正面去看待这样子的事情啦 不用把它就是把它对立起来呢 觉得说大家呢就是 不想往来的 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呢 有时候是好事还得特别在学术上 我自己去看待了啊 多老师 好 谢谢 抱歉 刚才我自己突然离线了啊 接下来还有题目就接着来的啊 这个是问题吗 请问老师对马来西亚佛教世俗化和庸俗化的看法 我想刚才你 先前面了 实险给他有提到了 也请教老师如何看待 马来西亚佛教团体 在实践人间 佛教的程度 比如唐香寺 他特别点名的这一点 还是还是延续到刚才 我看第一个题目所提的 先给老师看你 你要再进一步的讨论吗 这个泰徐大师 他在 他在跟英顺法师交流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观点 有一个观点呢 是跟英顺法师不同的啦 英顺法师也打过一个比方呢 是他说 泰徐大师呢 是很多的一个山 风轮 风轮挺秀的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个俊风 是专注在一方面罢了 所以这一方面呢 他在讨论的时候呢 他也提到一点 因为英顺法师呢 在 在这个阿含 跟律 跟律 跟律点方面呢 他真的发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他收入在话语集里面呢 谈到 谈到这个阿南跟加谢 他写出来的一些东西呢 真的我看了以后呢 真的也非常的惊讶 特别是对加谢尊者 对加谢尊者 比如说 加谢尊者在 佛 进入这个涅槃的时候啊 他是比较迟到的 他是比较迟 到来 所以他到来以后呢 其实他就给阿南呢 下了一个罪 那就是阿南当年的争取 让比丘女 让女性出家 所以呢 女性呢 得以亲近佛陀 所以在佛陀呢 灭盘的时候呢 就有女性在佛陀的脚下那边哭 沾湿了佛的脚 那这个认为是一种 是一种 污染了 所以他 他有提到这些 当然还有更多 有关这个加谢尊者 跟这个阿南的一种 一种 一种 真实的一种 一种写照了 他说 太区大师就曾经劝过他 那他说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呢 点到机子 就好 然后点到机子 因为 你多说的话呢 其实不一定是有 有好处 但是 运顺法师在 站在学术的立场呢 他就觉得说 有一些东西 还是把它说透的好 我想这个呢 是两种 两种观点 两种观点 所以我为什么 谈这一个呢 其实我也是 回应这个 主页明 这个问题 有一些东西呢 我真的没有 相应顺法师 这样的勇气 敢去直接去批判 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场合呢 我想 也不敢 如果我说出来的呢 恐怕也是一些 一些客套话 但是我绝对绝对赞成说 刚才我也提到 特别提到 回应法师呢 在这方面的努力 在这方面的努力 我也直接 在他来 换单的时候呢 跟他做过比较深的一个讨论 这个 国际佛教大学呢 可以走的一个方向 所以 有些东西 点到即止了 非常同意 就是 我觉得 信兵师兄刚才提的 就是对这个马来西亚 佛教 怎么实践 这个人间佛教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共勉 比较伪重要 然后也让大家 关注到一些情况 其他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需要自己去观察 我觉得这是更好 我看到有两条留言 刚才发问的朋友 他说谢谢了 然后 中文字幕后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方面的自主性 我觉得刚才鲜饼师兄提到这一点 这点是大家需要去防省的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其他的问题 时间是还有的 所以欢迎大家来跟鲜饼师兄交流 鲜饼师兄还有其他的 还有学的你要补充的也可以再谈一谈 如果还没有大家还有问题 在正在想什么问题 我看我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我在听整个演讲的过程 我觉得 是你的显卡 是你的显卡 所以在他没有办法扮演 传承迎现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呢 我想我来说说 一边对线上的人比较公平一点 那觉成法师呢 不断地在发了几个帖啦 我真的是 其实说实在的 因为我们也在做这种佛教的工作啊 我一直都在前线 以我这样的背景呢 还有办法去打理一个团体啊 本身也真的是不容易了 有时候我也非常佩服我自己 还有这样子的一种衣力去做 但是在佩服自己所做的同时呢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佩服 佛光山在这些方面的努力的 因为谈说要真正落实这个人间佛教啊 这样贯彻这样子的一种理念的话呢 佛光山的确是非常有魄力的 非常有魄力 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在各方面呢 他们真的也会照顾到比较走向吧 比如说我也受邀请过到南马市去主持课程呢 我感觉特别的特别的温馨的 他们真的可以给我们感觉到说 宾至乳归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啊 对我们呢都是一个相当好的一种待遇 就像我刚才说 星云大师来马来西亚到槟城的话呢 他都特别都会去到三会讲堂去 顶礼主摩法师 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 我想佛光山的确训练出来的 这些成员啊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精神 所以在服务方面呢 奉献方面呢 这种精神呢 这种精神呢 是相当有他可取的地方的啦 对学生师傅 我真的是 在这方面呢 是非常非常的 敬仰的啦 大师的一种精神 不过我们今天呢 是要探讨呢 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就会 方方面面的都会谈到啦 包括学术上的 包括这个影响上的 我们都会 都会提出来 好 德顺师兄 你的那个线OK了吗 谢谢大家 请问看到吗 可以 好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是还有时间 如果可以 让大家还有 有什么问题 想问一下思义 请问有人在观察着 那个脸书方面的吗 那边有留言吗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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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呢 发出了三个问题 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了 第一个呢 就是 江灿坦博士 江灿坦博士 提到的这个 依人 忠于依法的现象 似乎普遍存在 你对此呢 有何看法 这个是 这个是人性吧 我们人呢 大概在学习的过程中 都很容易受人影响 我们比较难的是 通过这个法 或者说我们甚至呢 也没有办法 凭自己本身呢 去了解法 我们更多时候呢 其实是受到 人的影响 所以 你看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子 教育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出现的话呢 他真的可以带起一半学生 但是学生自己本身呢 要从学理方面 从学术方面呢 去开创的话呢 这个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认为这个呢 是一个 是一个人性本身呢 存在的一个弱点来的 存在的一个弱点 所以才会出现呢 像江老师所提的那一个 那种什么 什么禅师啊 妙禅啊 这样子的情况会出现 这个也真的是一种 一种人性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呢 如果我们说 我们作为佛弟子啊 我们有 有这样子呢 以这个佛教 以佛法呢 作为 扛起来 作为我们自己的责任的话呢 我想我们是 是应该努力呢 去 纠正这样子的这种现象吧 让人家呢 形成一种呢 我们所谓的 义法不义人 这样子的一种观点 所以 我们自己也尝试在 这样子的一种努力的 比如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 都尽量去淡化 那个人的形象 比如说我在 努力做一些东西呢 比如说推广 儿童文学就好 我就是要让它 成立一个学会 让大家呢 最终这个感情呢 落实到这个 社会里头去 而不是 以一个人 所以我是很反对说 那一些呢 都是以 个人的名义呢 在带动一些活动的一种做法 短期里面 他可能是不会发现问题 但是一旦他做成功以后 那个组织会是怎么样子呢 大家的情感落实 到哪里去呢 是 以那一个领导人本身吗 还是说 基于一种理念 一种理念呢 然后 建立起你对那一个 对那一个理想本身 一种共同理想本身呢 的一种延续 所以我是很 觉得说 我们看到这一点以后呢 我们自己应该要避免 这种呢 众人过于众法 这样子的一种现象 把大家呢 导向的那都是法 所以我们在 在我们所服务的团体里面呢 我们也尽量做到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不要去凸显 一种个人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做法 尽量让他呢 依法来学习 这个呢 是比较 比较重要的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问到说 感觉马来西亚有亲话 不觉得感觉 不知道主讲人怎么样看 三生可能接触的不多啦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呢 还是有很多很多这些 这些人才的 大家在不同的岗位里面 努力的时候呢 你都会看到说 有一些现象是在发展之中 比起过去呢 要好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讲说 马来西亚这个学术研究会就好 他们经常呢 有办法呢 每年呢 都开办这个研讨会啊 从最初呢 找外人来发表文章 到最后呢 是我们自己本地的学生 发表文章 这些呢 都是一种 都是一种进步 都是一种进步 所以要看到进步的话呢 它是一个 一个见的过程 而且呢 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心理准备啊 它不是三五十年 可能就看到成绩的 我们真的要想到说呢 长期下去 我们的这个耕耘啊 什么时候呢 会真正产生这个效果呢 我们不知道 而且历史也告诉我们 像太虚大师本身呢 他其实 他到他晚年的时候 他也非常沮丧的 觉得自己是非常失败的 但是你看到说 到最后呢 我们就会以太虚大师呢 作为一个精神领袖 历史上的伟人呢 大概都会是这样子 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呢 不见得 不见得就是这样子 包括孔子 他也同样是这样子 到他晚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感觉到 有点落魄 他要自己自嘲 自己呢 如上家之权 但是到今天呢 三千年过后 大家还是这样子的推崇 所以如果我们的方向正确呢 我们要努力的 我觉得 是真的是一种要以比较踏实的一种脚步 去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到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呢 那一个一切之字做 相应做音啊 相应做意 然后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这三方面呢 我觉得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应该要牢牢地把握住的了 要不然我们做的东西呢 很多时候会有 会走向一些偏差的 所以真的谈到脚踏实地去做一些东西呢 其实是当前我们最为重要的了 那做这些的时候呢 真的不要急着看到成果 你不知道往后会怎么样发展 那是我们就尽我们一个 一个历史的责任吧 用这样长远的角度看待 现在这个时代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就努力去做 可否谈谈 杜老师在问所谈谈 佛学班对人间佛教理念的发扬 发扬所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 如果要谈这样子的一个佛学班 去推广的话呢 可能大学的佛学会可以做得到吧 我觉得在各地区呢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我们看到是我们 也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理念 我们更多的呢 还是在传授知识罢了 还没有作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种思想 在指引的一种角色了 这个我就必须要坦白这样子说了 当然我也曾经这样子说过 一个佛教杂志访问我的时候呢 我也这样子说过 那就引起这个编辑呢 要去 要去搬出一些人来跟我辩驳 所以 但是这个是事实了 我觉得是事实 我们目前呢 还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理念 可以去做 所以我们还是寄望在说 大专的佛学会呢 可能先做到这一点吧 好 接下来呢 有一个问题呢 是问我说 这个 人间佛教的论述啊 是否有触及在政治的态度和看法 特别是马来西亚这个特殊的国情 在谈人间佛教本土论述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如何定位佛教和政治的关系 肯定我们要谈到人 谈到人间佛教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领域会是非常广的 要把佛教呢 落实在人间 在人间里面去实践呢 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很复杂的样东西 所以我在看过很多资料呢 包括 包括说 有人批判圣言法师所推行的这个心灵 心灵环保 那觉得正圣言法师在提心灵环保的时候呢 他是避开了问题 其实我相信圣言法师是没有 这样的想法啦 但是 作为一个世俗的角度去看的话呢 我们真的会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环保的课题是很大的呀 你不能够只是谈这种心灵上那些东西 你就会避开了很多 我们该关心的一个环境的问题了 所以这些说法呢 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放到政治方面呢 其实也有很多呢 是肯定是我们要去看待的 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佛教 本身呢又不是主流宗教 跟其他地区呢 可能比较起来又不一样 所以有更多的东西呢 是我们要关心的 我们的国情 所以要开展马来西亚佛教呢 我觉得我们很早有这样的想法 80年代我就发现说 马佛情呢 就已经在推 在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口号 要创设大马佛教 但是大马佛教应该长个什么样呢 我觉得到现在我们还是在摸索之中 同道文还需要多加努力了 因为到底要怎么样的呢 这个可能也不是很快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好 我们看 经济各方面其实都会涉及的 我们谈到人间佛教的 好 谢谢鲜炳师兄 时间我看也接近尾声 所以我看我们就在这里 感谢鲜炳师兄 今天除了为我们讲了那么长的课题 然后也跟大家做了很多的交流 我们就到这里 我觉得今天的讲座应该在这里 其实是一个圆满的完结 然后接下来我看 谢谢 还是再次谢谢鲜炳师兄 为我们讲了那么多的一些 分享了这样多的知识 所以我看我现在就把这个主持呢 交回给思宜吧